哈嘍,我是法朗學 法朗學發明了果園免除草方法 請看 什麼叫做果園免除草 要用這個 無露用的 一些那種 慢慢把它拼湊起來 這樣你會想 你會怕會怕嗎 是不是就非常乾淨 它就是一些 奇奇怪怪的 煎下來一些廢料 慢慢的拼湊拼湊 搞這個 搞了非常的久 現在你如果要剪我 要種的時候你在 中間把它拉起來 但是這個再拉很不好拉 你要去 那邊慢慢拿 慢慢拿 所以 有些廢物利用 真的還是不錯 你像這個 幾個茶有 這種東西 等到也打算 就要把它拉起來 這樣就要擺 不錯 這個 這個 我就是要把它修剪 這到底有要修剪嗎 我還有雞蛋 這邊 後來如果還要再種什麼東西 我們再把它拿起來 這稍微不平 稍微打一打 然後那個磚頭很髒的部分 改天再用那個高壓清洗機洗一洗就好了 這廢物利用真的不錯 這是水土保值的部分 這雞蛋花 人家要彈掉 我把它剪起來 這一棵是 讓我救起來的 那個樹 起來是講的 靜不上來的 好 這就是免除草的方法 分享大家 所以有些東西要丟掉 可惜 你就把它收集起來 那個啥 小米 我好像真的不錯 還可以當美化環境 這樣的話 下雨的時候 土壤它也比較不會沖刷到那個 排水溝裡面 謝謝大家 拜拜